欢迎收看大法谷节目 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有关沟通的问题 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往往是因为彼此不了解而产生的 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坐下来好好的沟通 化解心中的障碍和疙瘩 但是如果只有一方想沟通 另外一方却缺乏诚意 只是随意敷衍的话 这该怎么办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沟通一定是双方的 如果是单向的什么叫做沟通 这个单向的跟无从沟通起来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除非你自己想变成一个跟世界各旧的人 把自己关在一个多立的天地里头 你不想要跟任何人接触 你也不想要求任何人帮忙 那么像这样子的人 你可以这样子想 你也可以有这个权利 这么做 可是这是非常愚蠢的 非常行不通的 而且这非常痛苦的事 人是一个群体的动物 不可能离开其他的人 而一个人单独生存的 人有的像修行的人在闭关 像我就是闭关 闭起来过 跟其他的人不来往 可是卢宾生漂流记 这种生活方式 谁能够做得到 谁愿意这样子去 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还有闭关 也只有大修行的人 有这样的机会 复制的话也没有必要 也没有可能 所以总是要生活在人 的人群之中 可是人都会这么想 我不跟某某人来往 我一样的会过日子 我不跟某某人谈话 我一样的可以过日子 这个人不是我的朋友 我还有好多其他的朋友 那这一帮人是坏 我不愿意跟他们做朋友 我也有其他的人做朋友 那认定了某一些人 不够朋友 不是朋友 这些人都是 是出卖他的 或者是 都是要占他便宜的 或者是的水准太差 不够这个做他的朋友 因此就某一部分不是朋友 某一部分是朋友 那这样子的人 要像两个不想沟通的人 两方不想沟通的人 要做朋友是很难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在这种情形下 那只有朋友 应该说是多一个好一个 如果没有办法谈 怎么谈也谈不上 那你单向的 也不被努力了 这暂时搁在一边 没有办法 你怎么努力 对方还是不接受你 那你给他做朋友 他是把你当敌人看 但你心中 你不要把他当敌人 心中 你还是当朋友 但是事实上 你不需要 一定非要跟他做朋友不可 为什么呢 他不愿意跟你来往 不愿意接纳你 你一定要跟他来往 那你很痛苦 你更痛苦 所以我们复法里面 也有这种方法 就是说 如果你跟他意见不合 没有办法不合 用什么方式呢 用不讲话 叫做摸冰 你们读位听过没有 沉默的摸 摸冰啊 冰就是赶走 或者是给他 冰的意思就是 他不要生活在我的范围里头 我不生活在他的范围里头 这叫摸冰 摸就是沉默的意思 因为没有办法沟通 你不必要沉默的 还有他这个是无力去闹 不可理喻 你一定还要跟他讲理喻 他讲不通啊 那只有叫做摸冰 用这种方式 当他有回形转移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给他做朋友 心中不要把他当成了 是饿不舍的人 心中啊 还是把他当成了可救的 等待机会 我们还给他做朋友 但是目前不需要 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呢 我们要试探了 一次一次的呀 试探 过一段时间再试探一次 可能是方法上 我们的方法 我们的心态 我们的语言呢 让人家无悔 不能接受 那我们需要调整我自己 调整我自己呀 能够自己呀 愿意接受的这种态度 不能够自己呀 完全变成他想要的那样子 那就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啊 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呢 那一般的人 也是没办法接受的 所以是呢 我们呢 试着来想办法 适应他 来改变自己 一部分 再适应他 来改变自己一部分 再适应他 到最后呢 也许他自己呀 那对方啊 他也会回行转移呀 来愿意主动的 或者是被动的 来给我们接触 那么主要的麻烦的 也就是一个家庭里边呢 夫妻之间不讲话 兄弟之间不讲话 父子之间不讲话 父女之间 母女之间不讲话 弄上个几年 这个也是够苦的了 那么这一些问题呢 我想要两方面需要 两方面努力 只有一方面努力是不够的 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